高雄春天藝術节 虽然说索拉舞蹈空间 已经参与环境舞蹈三年 但是每一年的环境 因应环境的不同 其实我们都在重新的 去接受一次新的挑战 我们以我们创作的 这个主题元素 在思考空间怎么去挑 然后善于利用 这个空间很物理的元素 所以它高低宽 楼梯行人道等等 一切都很真实 同时一切都在流动之中 包括观众他们不是坐在位置上面 而是他正在流动的 是我们要他流动呢 还是我们的表演让观众自己跑去那个位置 那他跑去那个位置挡住我们怎么办 所以这些元素我们都要通通纳入在表演里头 他会把它变成表演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几次的作品当中发现 环境舞蹈有一个很好的利益 就是我们可以跟民众更加的接近 然后甚至我们可以让舞者 置身在一个比较属于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然后让肢体介入这个空间 去做一个更亲民的展现 其实高雄的冬天很像西班牙 或是南欧或是希腊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也很棒 我们可以去演这个节目 因为刚好不只是这个建筑 我觉得气候也配合得刚刚好 那其实有时候作品我都会想说 我的脑袋里都会有一个剧场的版本 可以再安排一些细节 可是这些效果做不出来的就是这个场地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作品 好像针对这个场地来做的 比如说我们在英国伦敦会有一个莎士比亚剧场 那我们都知道他们演莎士比亚剧的时候 一定要在那个剧场 那我觉得这些剧好像是特别为这个舞台而做的 那随着舞者的移动 那观众有不同的视角 观舞的视野 是对观众来讲是很好的体验 那对舞团来说呢 我们觉得舞者他要克服 就是特别我们是芭蕾舞团 他要克服穿上脚尖鞋 怎么样能够在齐驱的路上的环境上来做演出 我在做作品的时候 其实因为我觉得它是户外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视觉的画面更为重要 但某种程度上我在编排的过程的时候 我还是有慢慢把对于性别意识的这个 平等自由的这个意象放进来 但它不会是太强烈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着重在空间上画面的营造 对我来讲光它就有点像是把人带往希望的一个方向 所以雨伞的进来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引领的意思 我觉得剧场跟环境它超不一样的 还要看镜头超不一样 因为剧场它变成是作品它会很聚焦 然后它会非常强调你要讲的东西 但我觉得环境更多的是空间感跟舞者的表现 就这个作品来讲我有点意外观众的反应 比我想象中有趣 对这是我蛮意外的 然后因为其实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就是以整个空间流动为主 然后观众也是自由参与 所以我其实没有太刻意的去想象 观众一定会站在哪里 但是这样两场演下来 我发现好像有一些特别的规律出现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在往后的创作 做一个经验上的累积 这一次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这个空间而已 我们还有更广大的户外空间 然后我们演出的时间点也很巧妙 刚好是在台湾灯会最热闹的那一个时刻 这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其实 大家对这边其实很陌生 然后慢慢地在认识当中 所以在每一次我在思考观众来看我们演出 以及我们昨天实际演出的时候 那个观众的欲望 它透露了一种好奇的感觉 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环境舞蹈 带给我很大的刺激跟感受 民众好像对于传统剧场的演出 有一种一种仪式性 然后好像有一种庙堂的感觉 比较难走进去 他们好像觉得那边很神秘的感觉 但我们在户外演出的时候 那个神秘感会被打开来 同时我们创作者也必须打开自己 说不定我们对这个城市也很陌生 我们跟观众在同一个起跑点上 重新认识这个城市 重新解开这个神秘的线条 它会变成是一个突破 一个突破是 它并不是科技的那种突破 而是我们感受上的 原来这座城市长这个样子 原来有这个地方 原来可以这样做 原来舞蹈长什么样子 像一个 roll上的人 跟观伤照 跟观众排